来看一下斯嘉辉的这杆斯诺克直接放到了地球的后方 力度好像稍微大了一点 这场比赛是2024年的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 对阵的双方选手是斯嘉辉对阵的是阿米尔萨克霍什 这次的比赛也是双方的首次交战 现在同一时间段正在比赛选手还有马克塞尔比对阵的是王信博 张安达对阵的是奥利弗·莱恩斯 克拉克对阵曹金 还有龚承志对阵汤姆福德 包括今天下午还有两点半 还有奥沙利文对阵中国选手王雨晨的这个比赛 今天中国选手还是比较多 晚上七点半也有丁几辉对阵阿尔菲·伯登的这个比赛 像什么特鲁姆普 奥沙利文 马克埃伦都会上场 阿尔米的第一杆解球呢 没有解到啊 来看一下第二杆的解球 嗯 这杆解的还是非常漂亮 解到同时也是并没有漏球 白球局回到上方 私家会呢是02年出生 等着一下 一分钟 暗门 在四个身材上 跟面相亏 一分钟 多数 双方的这个 比赛打的还是比较叫做啊 露出了一个常态 思雅会要不要去拼一下 感觉这杆应该是会去 也是一个准度型的这个球员 好球 这杆打的还是非常的自尽啊 直接来叫到了黑球的进攻 黑球右侧底带 看一下这杆 漂亮 那么这样的话 思雅会呢率先上手入局 由于刚才是黑球的进攻 所以说只能摆到上方 红球左侧底带 再来拼一下这个准度 这个运气没有想到白球直接 居然摔带 不过并没有关系啊 现在台面上的这个球形也是不太理想 撞到咖啡球又流出了一个长台的进攻 斯嘉辉面对这样的一个球形 肯定是不会犹豫 两个字开干 这也是斯嘉辉一贯的这个风格 这干终于不再出现意外 篮球流出了一个略微向上的角度啊 一个小滴杆来较为红球左侧底带 这场比赛呢是64进32 今天还有还有这个延期资格赛啊 就比如说奥沙利文对阵王宇晨 这个就是延期的一个资格赛 64进32 不是128进64 同样也是九局五升制 现在进攻再次出现中断 应该是大量的 尽快些 相应该是一段时间 露出了一个红球中带的进购 只能利用粉球来进行线介 选择了篮球 篮球这一杆 低杆拉回红球右侧底带 左侧底带 这杆还可以较到 现在台面还有7颗红球83分 漂亮 这杆白球的较位还是非常的细 估计私家会也没有想到会从红球的下方穿插而过 也是可以看出 双方的水平和实力有着一定的差距 这次西安大奖赛呢 还是能够让人想到另一位选手啊 赵新彤 赵新彤是97年出生来自陕西西安 在家门口的这次比赛 现在居然没有能够参加 赵新彤 红球75分 赵新彤是领先43分 赵新彤 有这杆 助理的还是防守防的质量比较高 放到了黄球的后方 好 看看 四月 一大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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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颗红球75分 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冠军奖金是17.7万英镑 双方的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异常的胶着 看一下阿米尔的这一杆 直接做了一杆防守 打的相对来说还是保守了一点 这次奖金分布是冠军17.7万英镑 亚军是7万6 四强是34500英镑 只要参加这次比赛就会有 只要打入64强就会有5350英镑的奖金 单杆最高奖是5000英镑 看一下阿米尔的这杆 连续的做防守 本意呢还是想将白球放到了黄球的后方 但是并没有坐上 一杆十字回球的防守 阿米尔这杆要去拼了 没有能够打劲 看来准度还是差了一点 不过也是打出了一个连弓带手 今天私家会准度虽然可以 但是走位还是差了一点 就该选择一库来解成功解到啊 再来解决定 对我来解决定 就是要向你当来解决定 我们最高的这次的用户 到这里 到这里 我们把握上去 抽一把握在内部 线子 我们不是把握过 这把握上去 我们把握上去 找上去 这种连续防守打得非常难受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分为两个阶段